好家伙 打开黑市就是独眼神内扣 刚干的是我只有62万 今天必须把它弄到手 那就挑战只用一局的时间买到这把枪 并且出门不带辐射板 想去辐射区自己想办法 真的是天主我也 遇到这么好的复活点 再到黑市买把信号枪就完美了 你看那边有人 你是要当老六啊 这种人头可以轻松拿 不过我有更要紧的事 nice 这下完美了 信号枪拿下 辐射板也拿下 现今瞬间只剩十几万了 这把必须活着从辐射区出来 第一个进来的 肯定没有老六 哎 人机开枪了 来人了呀这是 不行 先解决了他 六级套 可惜了 啥都没掉 也不算白打 提前解决了一个竞争对手 进来直接开了 只要不被偷袭 这把回去肯定能买独眼神没扣 还行还行 后面的箱子越来越给力 金条的连着出了 正常水平怎么也得一百多万 武器箱出了个精致插板 也挺贵的 不过现在我的精致小包还不能换 先来图书馆吧 总感觉有蹊跷 果然 听见敲声了 可惜我以前已不到达图书馆 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了 在下面 搞定 不知道会不会封现一个辐射板 先把箱子开一开吧 看看它掉了啥 假掉了 果然有板子 不错也不错 还是需要精致小包 这个板子就放飞包吧 啥时候来的 惨了 就带回这点东西 价值才60万 肯定买不了了 才77万 怎么办 失败了咱就认 但绝对没服气 别人都胆再进行一次挑战 这板在买不了我名字倒过来写 有枪声 他在打别人 又来一个 打他 搞定 问题不大 已经稳住了 不过左边还有敲枕 怕偷袭 太有勇气了吧 六级套都不敢这么玩 还行 改进没空 这边的包才是关键 它是有装备的 我去 活都给我吓出来了 心脏不好的建议少玩吧 又是改进没空 我那个包应该被他舔走了 要啥都不知道 这边还有一个 只有狗牌 要买独眼神没空 还得去辐射区才行 我已经没有其他选择了 还没人来过吗 又被我捡到了 摇摇车也没人动 不过没人进去吧 越小越有可能啊 感觉天上掉馅饼了 哎呀 没买辐射吧 哼啊 这么重要的事忘了 耽误时间 等等 有脚步 这就是天意 不忘买辐射板 我就不会回头遇见它 好家伙 还挺肥的 两个五级甲呢 精致小包我也需要 改进一WM啥子 实在没空间了 就这样回来买个板子 再到辐射区 发现果然没人来过 看来名字 不用倒过来写了 又一把信号枪 浪费啊 还可以 买毒眼神没空 不成问题了 OK 全部开完 果然是一个人都没来啊 六个蓝铜 三根金条 再加上两件五级甲 两把改进没空 200万应该有了 防止又遇到卡图外的人 我还是在里面打信号枪吧 打完一把再捡一把 来人还能随机应变 简直无解 Oh yeah 成功返回 210万 终于可以拿下毒眼神没空了 才110万 果断买走 转眼又没钱了 明天又不知道想买啥 没空的所有版本都齐了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吧 明天见 拜拜